花大钱想要做装潢 却发生了被摆烂的情况 这是高雄这一名陈小姐 她在网路上找了灵性情侣党 一起来装修她的工作室 总共是11万的装修费 对方一直说要收尾款 陈小姐说你应该要都做完 才给钱吧 对方就说要熬夜赶工 隔天就省影了 两个星期完全找不到人 陈小姐报警啊 对方才说因为材料有缺 其他工程都还在忙 那么其实现在陈小姐 也不能够接受 认为根本就是刻意拖延 甚至是在图尾款11万 干脆提高杂期 不过这些车刻意被停在这边 也让觉得怪怪的 淡水红树林的生态步道 有践行的民众发现 怎么有四辆报废的宾室车 就停放在杂草间 停了很久 这个草都长得比车子还要高了 大家看到说名车没有挂牌 应该是有故事吧 那么高档进口车没有被卖掉 或者是没有送去拆解 原因为何 到底是不是杀肉车呢 我们实际找到了车主 他两手一摊 他说这是我的土地啊 我要摆哪 是我的自由 而这些车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看到这些影片 都会觉得大家失控行为 好像越来越合理 尤其在未来 骂人可以不用负责吗 您还记得卡神杨慧如 先前呢 就是因为他洋网居 侮辱了大阪办事处 后来还导致处长亲身明智 当下他其实就被判刑 五个月确定 后来他申请试宪 在昨天最近的消息是 大法官认定违宪没错 但是却把法条拆成两条 除了侮辱职务罪违宪之外 侮辱公务员的罪 是部分核宪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政府放宽了 言论自由的范围 也就是说 未来民众对执法人员 要是骂脏话 讲出情绪性的言论 可能不用负责 而冲击最大的就是警察 高雄要力推龙舟观光之外 还要推观光的就是花莲 在灾后进入复原期 那么现在有一家花莲车站 附近知名的日料店 推出当季的黑鱼鱼 还举办一卖会 要将所得全部捐给慈审机构 事实上现在的花莲 不仅黑鱼鱼 还有三宝 包含的是正当季的海鲜 龙虾以及海胆 业者也希望大家别忘了 这段时间到花莲长线 好 现在台独的风暴 持续在延烧 那么台湾艺人 也纷纷被对岸的网友 要求表态 是不是支持台独 像是五月天 就让大家吓到了 站上北京鸟巢开唱时 在十万迷的中国歌迷面前说 我们是中国人 来北京一定吃烤鸭 这方言论 当然让中国粉丝高兴较好 但是台湾的五迷却炸锅了 确实哦 520之后来政府上台 大陆针对性真的不断 除了展开军演 现在还要不进口 我国邦交国瓜地马拉的咖啡豆 对此瓜国总统就说 这不排除是因为他们和台湾 有互动 有联系的关系 就连瓜国媒体都在报道 这是一种外交勒索 被封杀理由可以有很多 那么其中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太红了吗 九年前其实东湖市场爆红的梁高哥 叫做游胜伦 进了演艺圈之后重回市场卖梁高 他自曝因为生意太好被封杀 今天上网他到宜兰的罗东市场去摆摊 果然人潮超过了50公尺 还有人提早两个小时到 甚至有人特别从花莲搭车到宜兰捧场 而现在大家都纷纷出国 考量到成本 航空公司多年来已经将经济舱的座位越改越小 最离谱有的座位前后间距只剩下缩水将近18公分 这让长途飞行非常不舒服还是其次 万一发生意外会不会影响逃生呢 也引发热议 美国前总统川普又口出狂言了 他趁着不用出庭的空档 造势的时候演讲不仅批评 拜登无能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直接声称 说中国非洲等移民正在组建一支军队 但是两队火气非常大 第五局双方就丢出了四颗的畜生球 中场呢其实道琪队是以6比9败给红人 尤其大谷祥平本场是五个打数没有安打 打线遭到了封印 看来红人队出现了新的大谷杀手 提醒大家今天晚间还是容易出现好大雨 但是风